Hello,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来看一台外星人的笔记本 看一下故障描述,开机蓝屏,爆错重启 损化的原因是开机状态下放在车上 可能是温度过高导致 电脑温度不能过高,过高容易出事情 来看一下蓝屏代码是什么吧 虽然说已经冬天了,但是广东的温度还是很高的 放在车里面,电脑的内部温度肯定更高 极其的危险啊,像我就不用担心这种问题 因为我既没有外星人笔记本,我也没有车 不是说蓝屏吗,怎么屏幕没显示啊 这是黑屏吧,跟客户沟通了一下 客户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他发过来之前是能点亮的 只是进系统进P会蓝屏 这下玩犊子了,我这还没开始修 就把故障给扩大了,蓝屏变黑屏 跟小老板讲明了一下情况 这小老板让我先拆开看一下 这个怎么黑屏的也不好说 我拆开把内存和里面的排线重新插了一下 碰到这种事也是很难受的 莫非经过快递这么一手,病情又加重了 拆开把里面的各排线内存什么的都重新插了一遍 依旧是不开机 很烦啊 看这个电流的话,应该是已经跑马了 已经读了内存 把纸板拆出来看一下吧 6700HQ的CPU 970的显卡 先给它刷个BIOS看一下 不过看电流的话应该跟BIOS的关系不大 但还是先排除一下吧 刷完之后再把它装回去试一下能不能点亮 刷了个BIOS之后 开机还是跑一样的电流 在1.6A的位置跳变了两次 然后电流停在了1.1A 按键盘的大小写灯也没有反应 手电筒照屏幕的话也不是按屏 这个主板很干净 没有进水发霉什么的 测了一下主板 这个电脑是双显卡的 显示是由CPU来控制的 这个电脑你就算把它的独立显卡给拆掉 也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测了一下CPU的工作条件 10有89是CPU了 那不多考虑 直接对CPU下手吧 之前的蓝屏也有可能是CPU导致的 极有可能是CPU里面的极显模块坏了 晶片上贴一层胶带 整的搞脏了 直接上B阶把它的CPU给取下来 这是拆下来的CPU 这个CPU的层次还是很好的 测供电也是没有短路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再挣扎一下 把这个CPU给处理干净 给它重新植球装回去试一下 我买的这个钢网它不能直接加热 因为它位置对的不是很准 有一个角落上大部分都是偏的 所以有一些细柱还需要手动给它摆正 摆正之后直接可以拿风枪加热了 把主板这边的焊盘给清理干净 然后把直好住的CPU准备给它装上去 这是它的原机CPU 这个原配不知道好坏 先装上去试一下吧 OK 现在已经把它的原来CPU给装回去了 再来准备测试一下 希望它原配的这个CPU只是虚焊了 那点小情绪 重植一下就乖了 装上散热器和风扇 接上C面和屏幕 插上电源 开机 哦哦 跑的还是一样的电流 依旧是屏幕不显示 哎呀 有点难受啊 那没办法了 重植的话不好 只能把它原配的CPU给换掉了 这边我已经给它准备了一个6700HQ过来接盘 CPU长时间高温 很容易就过去了 直接上B接把它CPU给换掉 OK 现在已经换好了 再来试一下吧 哎 可以跑电流了 反复重启了两三次之后 呃 哎 显示了这个漂亮的大脑挂子终于是出来了 开机之后 直接是进了BIOS i7 6700HQ GTX970的显卡 真的是CPU坏了 没想到啊 接硬盘的话已经可以进系统了 跑分测试和温度的话都很正常 恭喜这位小老板 喜提i7 6700HQ 精美腰师扣一个 这是一片华硕的X470玩家国度ITX小主板 它是在快递运输过程中从机箱里面脱落了 可能是螺丝没拧紧吧 看这个电容 脚都断了 轻轻一抠就拿下来了 可以想象当时的现象有多长了 受伤比较严重的是在背面 已经有了售后的箭头标签了 一些缺件的地方都给你找出来了 这边应该是两个三级网吧 然后这边仔细看的话 也是掉了一个三条腿的小玩意儿 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CPU供电这边了 这一代基本上都没了 这是一个小电阻或者小电容 这个CPU供电芯片上面也是盲目穿移 仔细观察整片主板 这个芯片组的背面也是缺件了 这边也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什么的 这几个灯 RGB灯也都掉了几个了 只能慢慢的一个元件 一个元件的给它补回去吧 这边缺的应该是一个三级网 这些小三角的还好 最麻烦的就是那些电阻电容了 这些小电阻小电容只能找点位图子了 不然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电阻还是电容 电阻的话也不知道他们组织是多少 一个一个的给它补回去 再看一下CPU供电这边 这个CPU供电管理芯片应该是已经坏了 直接给它换掉吧 然后还有周边的这些电容 几个电容以及还有几个电阻 也需要给它全部补齐 先装芯片吧 这个芯片还好买得到 要是买不到就麻烦了 换好芯片之后 CPU供电周边的这些电路肯定也是要补上的 这是一个电阻 有参考的资料 补键的话很好补 补完之后再把这周边这些都给加焊一遍 给他们的引脚都上点C OK这边已经全部搞好 确保主板没有其他缺键掉键之后 可以接显卡接屏幕测试了 不出意外的话 屏幕是已经可以正常点亮了 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OK这边主板就修到这里 视频有点短 再来看一片华琴的J370主板 这边主板是买二手买的 所以应该没有保修了 先给它装上CPU 接上电源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吧 点下开关之后 风扇可以装 主板可以正常上电 还是老规矩 测一下复位 PCIe槽的复位信号 复位信号已经有3.4伏了 这个主板插不了整段卡 也不知道跑马来没有 摸CPU的话 CPU是冰冰凉的 判断CPU没有工作 但是有复位了 先测一下CPU供电吧 可以在CPU边上这几个电感的引脚上面测到 这边测到是没有CPU供电的 这个主板CPU供电采用的芯片是ISL95856 这个芯片在技嘉的六代主板上面比较常见 有图纸 那根据图纸来测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先测一下供电 这边芯片的5伏供电是正常的 有5.2伏 边上这个也有12伏的供电 然后这边的话 也是有12伏的供电 芯片的供电都全部正常 芯片供电正常之后 就来测一下CPU供电开启信号吧 这边是没有测到有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芯片的八角外围的电阻没有电压 这个主板没有图纸 只能跑线了 这个黑色的电路往跑线路 看得眼睛都疼 看电路是过孔了 往主板的背面过去了 翻过主板的背面呢 发现这里有点问题 这边好像有个点 是一个坑吧 像是被什么东西砸了一样 刚好这边又是有线路的 确实已经被砸了个洞 翻大看的话 这里确实是已经断线了 把表面刮开 准备给它飞根线 刮开之后就很明显了 给它上点锡 然后再给它飞线吧 肯定又是这小老板 拆装的时候 磕到碰到了哪里 飞线飞牢固之后 再把它剪掉 把这部分清理干净 再来看一下 多完美的一根飞线了 ok 再给它装上再来试一下 这个开启信号已经有一点一伏的电压了 然后这个摸CPU的话CPU也是有点温度了 放过主板侧背面的CPU供电 CPU供电也出来了 有1.05V 可以 现在去给它接上显示 看一下能不能点亮 不出意外的话 已经是可以正常点亮屏幕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